同意罷免 支持黃國昌 近千人穿著黃色背心 冒著雨浩浩蕩蕩沿路喊口號 呼籲選民站出來 為時代力量立委黃國昌罷免案 投下反對票 在這樣一個比較寒冷跟下雨的下午 然後站出來 那我想這也是非常的 對國昌的肯定 當團幹部和好友站台力挺 原本不打算出席的黃國昌本人 也意外現身 就怕12月16號罷免案徵得過關 黃國昌台上用力喊話台下用力握緊每一雙手 甚至遊行路線還特別經過安定力量的地盤 嗆聲意味十足 也呼應了雙方將正面對決的傳言 現在現行的法規裡面是六萬兩千多票是他們不同意罷免票的這個門檻 但是如果我們的不同意罷免票還是比較多的話 那我們還是可以在這次的選舉中勝出 除了掃街活動包括學運領袖林飛凡 時代力量發言人李兆麗也紛紛透過臉書大頭貼表達支持 面對霸昌行動來勢洶洶 時代力量用盡各種管道 就盼能把黃國昌留在國會 謝謝林氏環市區ISNG小組新北市報導